咱家粉丝送我的小米充电宝 1万毫安时 33瓦口袋版 这个充电宝呢 无法充电了 咱们拆解看看能不能修上 这台充电宝的橙色呢 还是挺不错的 可能没怎么用过 非常的新 顶部A口C口启动按键 好启动呢 已经没有反应了 先给它充个电试试 充电电流呢 非常的小 尝试充了一个多小时 还是这样 好尝试放电呢 一点电都放不出来 接下来咱们拆解吧 这款宝子呢 应该是撬开的 它的侧盖呢 全部通过卡扣固定 上面有一张石墨散热梯 还有一块导热硅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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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撬出它的电芯 上面呢 是一块电路板 通过排针 连接这下面的电路板 这块小板上面呢 除了接口以外呢 还有排针 连接座 一颗mouse管 四颗乐意地电量指示灯 往左 一颗紫米的单片机 下方一颗天德玉的USB-C 协议芯片 最右面两颗mouse管 好正面呢 首先是两节 三星的21700 锂电池 串联结构 目前电池电压呢 8.2V 看来电芯呢 没有问题 中间一颗热敏电阻 电芯的温度传感器 三星的电芯 型号50E 这边呢 有一颗生压电感 咱们将电芯断开 检查一下小板 好这块小板拿下 上面一颗南芯的生姜压 控制芯片 好简单测量了一下 电池的正极呢 供电输出没有问题 但是电池的负极呢 无法输出 这坨黑色的下面呢 应该是一颗电池保护管 咱们扣开看看 好下面是一颗贴片的CSP封装 好输出保护管拆掉以后呢 下面有六个焊角 咱们直接把左右上下四颗 短接 好这回呢 电就通了 装回电芯 好现在呢 电池已经装回去了 接下来插回小板 OK 只是点亮了 好现在启动呢 已经好使了 咱们插上一个电流表 试试 好可以工作了 没有问题 给我的苹果6SP充上电 充电没有问题 电流 1.7A 功率 8.4W 这台苹果6SP 估计有一个月没充电吧 接下来测试一下给它充电 还是用这台6SP 充电没有问题 4.2W 好插到户外电源上试一下 6.9W 这个充电功率呢 还可以哈 好既然兑服修好了呢 接下来咱们装回去 这里之所以用汉锡短接呢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好安装完成 但是这里呢被撬伤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感谢网友提供的素材 拜拜 拜拜 拜拜